Hello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视频呢,是想给大家做一个 节日礼物的推荐 Holiday Gift Guide 之前呢,也有做过类似的视频 那今年呢,就想说一个是 最近物流都变得很慢 不管什么东西,可能定制或者运输啊 都会花很多时间 所以大家都要提前更早来购买这些东西 再加上这周又是黑五了嘛 很多东西都会有折扣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折扣的时候 就把今年节日的礼物都搞定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东西我总结了蛮多的 然后都在记在我的手机上 所以我可能会看一下 那第一个我要推荐的类别呢 就是电器类 退五期间真的很多折扣 很多电器呢,都是在他们价格最好的时候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观望很久了 我觉得可以入手 然后呢,电器类的东西 真的是最最最实用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了第一类 那我要推荐的第一个东西呢 是我们家的那个相应的热水机 这两天还在跟迪伦说 它真的是我们家使用频率 最高的一个小电器之一了 凡是我觉得有喝热咖啡热茶的习惯啊 然后女生呢,现在冬天了 买,平时可能喝温水的几率比较高 我们家这个热水机 真的是每天都在给它加水 然后迪伦说 一定要买它的这个系列里面 容量最大的 可以减少你 就是refill它的机会 而且呢,它是可以设置不同的温度的 就根据大家自己的喜欢 我们家的温度是设在195度 最近迪伦有稍微把它调高一点 因为可能冬天了 想要喝更热一点点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最早我们用到它的时候 还有一个水垢的一个小问题 后来我们使用它呢 都是用的过滤机 就是过滤出来的水 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水垢的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清洁 如果你实在是担心的话呢 可能隔一段时间拿出来给它清洗一下 比较好 真的很方便 推荐给大家 然后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实用的是烤面包机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不管是送礼或者自用都很好 因为烤面包机 比如说颜值比较高的smag啊 或者是我们家现在用的是 Brivo这个品牌的每天使用的频率也是很高 早餐不管是吃面包片 Bagel 像很多速冻的早餐 Waffle啊 Pancake 还有一些薯饼都可以直接放进去加热 就很方便 也是每天都会使用到的一个机器 几十美金到一百多美金的都有 也是很好的送礼的东西 然后也有很多颜值的不同的选择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呢 我觉得是咖啡机 那我们家用的这款呢 是Brivo的870 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款式 确实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 买到它用到现在四五年都应该有了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快找一下 希望它继续保持 它是用来做意识咖啡的嘛 像我们比较喜欢喝热美式啊 加一点奶啊 然后它也有可以拉花的功能 虽然它可能不能够跟一些高级的咖啡机相比较 它拉出来的话呢 确实是非常锻炼你的手感的 就需要长期的培养 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是家庭用 非常实用 也非常够用的一个机型了 然后因为这个咖啡机单价确实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知道它黑舞期间的折扣 真的是一年当中最大的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入手咖啡机 或者是咖啡控的话 可以在这个时候去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写的是锅具 那我会把之前我跟迪伦拍的 我们家的锅具的视频放在下面 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搬家呀 或者是节日送礼物 送锅具 我觉得不管是寓意 还是实用度来讲都还是蛮好的 接下来呢 是RoboRoc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是跟他们合作的 然后大家也有看到之前 我们的视频呢 有推荐过他们的扫地机器人 然后还有他们的手持吸尘器 真的是今年我们发现的 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品牌 其实老实跟大家讲 我在接之前呢 也可能有一些疑虑 但是在我真正使用到 他们的产品了之后 我真的觉得他们做的东西蛮好的 扫地机器人之前也跟大家说 我们家真的是每天都在用 然后真的大大减少了 家里面需要清洁的时间 然后他们的手持吸尘器呢 也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适合女生的 因为之前我们家的吸尘器 我真的觉得很重 每次用完了之后 我虎口这个地方都会红 然后很疼 然后它的那个锁定功能 真的非常的棒 然后重量来讲呢 会稍微轻一点 我觉得也很适合女生在家里面用 那之前呢 视频下面大家经常都在问 他们有没有折扣啊 或者我又没有什么折扣嘛 什么的 现在呢 黑五就是他们折扣力度最大的时候了 他们现在在亚马逊呢 折扣已经都开始了 大概七折到七六折左右 我会把详细他们的折扣呢 打在屏幕上 大家也可以参考 那如果大家之前有被我种草 或者是对这两个机型 因为我知道他们也很有名了 大家如果对这两个机型 也感兴趣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在亚马逊下单了 这也是他们一年一度 折扣力度最大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 是ZEVALIN的那个抽真空的 一系列用具 其实这个呢 也是之前他们PR送给我们的 我当时就是他们让我们选这个的时候 我还有点犹豫 我想说这个东西感觉会很鸡肋 就不会用得到的那种 当时我发了一个Instagram 然后好多人给我私信说 他们觉得这个非常的好用 家里面都在使用这个机器 后来我们真正的用到了之后 发现它确实很棒 因为在这边生活很多时候买的东西 都是比较大分量的 一次使用不完呢 需要把它再储存起来 不管是他们的真空袋呢 还是他们的保鲜盒 他们保鲜盒都是玻璃制的 储存起来会很方便 之前我也有试 比如说把牛油果切了一半 放进他们的那个真空保鲜袋 它真的会不黑 就是可以保存个两三天 都不会黑这样 我觉得会大大延长 冰箱里面食物的一个新鲜度 然后我也用它的玻璃盒 做一些泡菜啊 腌制品什么的 用起来也都很方便 不管是Costco还是他们的官网 好像都会有一些活动 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也不错 最后还有一个电器呢 好像我从来没有说过 就是筋膜仪 当时我还觉得说 这个东西打来打去 到底有没有用 之前刚出来的时候 有段时间很火嘛 迪伦买到了之后 它真的每天都在用 就是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坐在沙发上 他会用它打一下身上 就是比较酸痛的地方 它是比较适合于 就是喜欢健身的人士 还有就是工作久坐 然后身上会有那种 腰酸背痛感觉的人 有的部位是需要注意 不要触碰到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算是一个新科技的东西吧 送礼啊什么的也不错 那电器差不多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很多电器 我们都用的蛮频繁的 大家如果平时在Vlog里面 看到一些 可能比较感兴趣的电器啊 大家可以留言下面 我会回复大家 我推不推荐这样 然后第二个大类别 我写的是 ETI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买ETI的东西 然后一到节日的时候 真的就是节日购物的 终点 Destination这样 因为ETI呢 其实它上面是 一家一家的小店 然后很多都是那种 自己在家里面开的 side hustle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天分的艺术家 在上面开的一些小店 很多东西都可以在上面 私人定制 这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 那ETI呢 我就跟大家推荐 两种类别的东西 一个是他们的古董 古镯 茶杯啊 餐具啊 然后还有古董的家具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适合想要找到那种 要特别的东西的人 然后这个是我找到的 现在用的最频繁的 一个马克杯 这个产品的系列 应该是叫做Arabia 应该是这么念吧 如果念错了的话 大家可以纠正我 其实它最火的一款杯型呢 是我买的这种 应该叫做 咖啡拿铁杯 但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平时 喝哪些喝的比较少 我还是喝美式比较多 然后喝水会喝的比较多 最适合我的是这个 比较大容量一点的 其实就类似于 马克杯的这样一个杯子 然后这种东西呢 就是需要碰 所以呢 它有一种寻找宝藏的 快乐感在里面 朋友不介意的话 我觉得送这种礼物 真的是独一无二 好像又有一点历史感觉的 当然要找到 可能跟你品味相投的朋友 然后他也喜欢 这类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可以 然后每一个古董的餐具呢 它都是独一无二 可能你买到了之后 它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给大家的 我会把我可能买到的一些店铺 放在下面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找 自己去挖掘 我可能看到的也只是表面上的一点点而已 像很多这种中古的杯子呢 其实它是在欧洲那边比较多一点 所以寄过来的运费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也要多看一下它的介绍里面 你买的时候发现 哦这个杯子还不错 结果一家运费变得很贵这样 之前呢也有在上面看到一些古董的台灯啊 家具什么的 我也非常心动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入手 如果之后有买的话 会跟大家分享 那Etic上面第二类型的呢 就是一些定制的东西 特别是像现在圣诞节 有一些这种 Ornaments你可以在上面定制的 就是你给它发图片 然后可以给你画过来的 其实我订了很多 就是给周围的朋友啊 画的 然后有一个画像 可能我的这个朋友会看我的视频 所以我如果一看的话 惊喜就没有了 这个就先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我这次呢 一共订了三家不同的画像 第二个呢是一个狗狗 然后我把它的名字在这里挡住了 它这个呢也是就是像挂在树上的一个Ornament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我朋友今年新养的狗狗嘛 所以我就下载了它的狗狗的图片 然后给它做的 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然后这个呢 它们就是有不同价位的 根据这些艺术家 它不一样的风格 有的是手绘的 像我选的这个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像鸡打的 就是打印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非常的针 然后手指挡的地方 是那个狗狗的名字 然后另外呢 我自己呢还做了两个 然后这里就跟大家一起开一下 像这样的小店铺 我觉得就是很好 有的时候你可以选什么 gift option啊 它们就会给你精心的包装 之前我有买礼物 还有让它帮我手写那种小卡片 哇 它们都非常愿意帮你做这些事情 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emot 就是我做了 将将和角角的一个头像 然后我想把它挂在我们家的树上 其实之前呢 将将有一个是照片的 做的 没有像这样的嘛 我就想说 今年给它们两个做一个一样的 然后这就是我找的 它就是手绘的 大家看 其实我觉得画的还不错 然后这种呢 就是需要你跟卖家进行沟通 发照片过去 看他觉得这样的照片 哦不OK 然后它画好了之后呢 会给你发过来看 你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或者你满不满意 如果满意的话呢 它就会给你寄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还是蛮有意义的 同类别的东西呢 就有比如说像狗狗的什么石盆啊 或者是小朋友定制的围兜啊 各种东西 和你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或者根据你朋友的需求 你想送人的需求 然后在ETI上面找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当然它可能也比较花时间 然后也需要你跟对方沟通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感兴趣的话呢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 那接下来呢 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送礼物最近这一年吧 买的最多的一个品牌 George Jensen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念的 因为它那个拼鞋也有一点奇怪 但是呀 反正它就是这种非常漂亮的 不锈钢配饰的品牌 其实我默默的有买 他们家很多东西了 像花瓶啊 竹台啊 盘子什么都 那今天呢 我也想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我买了这么多以后 我可能比较推荐的 写送礼的东西 还有一些选择它的大小尺寸 我就先从我手上拿的这个花瓶来讲 因为他们家的花瓶 有很多不同的系列 就不同的造型 都分就是小中大这样 那其实这个系列呢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其实像一个花瓣开口的样子 做的非常的好看 这里是小号 这个中号15和20啊 它应该还有一个最大号33的 非常的适合插 像郁金香啊什么的 对我觉得花瓶你在选择的时候 还有一点呢 就是平时喜欢买哪一种花 你可以根据这个花去找 适不适合你想买的这个花瓶这样 因为它上面是这样长口的嘛 特别像你看我新买的这个冬青 就是在Trader Joe买的 我觉得好好看 就之前的冬青有的可能比较秃 但是这个呢 哇真的是一串一串的非常的漂亮 33的其实也不大 但是呢 每次想买的时候它都在断货 所以到现在呢 我还没有买到最大号的 如果是送礼的话 它的中号大号 其实都蛮推荐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种造型的 我这个买的是大号的 其实我比较后悔 有一点点太大了 它很适合 比如说像摆在 我后面这种大型的餐桌的中间 或者如果你们家 有个大圆桌的餐桌 放在中间 我就比较适合 但是像我们家的Coffee Table 就是客厅里面的那个小方桌 它放在上面 就有点显得太大了 过大 我觉得就是这一个造型的花瓶里面 中号是最好的 我也有买中号的送给朋友 我感觉放在他们家 也是蛮合适的 是我自己感觉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大号 真的是有点过大了 除非是他们家 就是感觉比较大气 餐桌什么的都比较大 那我觉得可以买大号 不然这个型号呢 我比较推荐中号 然后他们家 还有比较出名的 就是那个竹台 然后我们家自己 我买的呢 是三个的 它是三个不同的高度 然后可以摆不同的造型 那个我真的觉得是 放在哪里都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还有一个呢 是一对一个造型这样 一样高度的 不管是送情侣啊 或者是别人结婚 我都有送过 我觉得就是寓意也蛮好的 就成双成对的感觉 就是一个让别人家里面 可以增添一点色彩 变得更高级 更好看的一个礼物 所以他们家的东西呢 我还是蛮推荐的 不过George Jensen呢 我要说就是迪伦经常说的一个话 就是一定要把它打扫得很干净 它一旦落灰了就很丑 需要随时都把它 保持得比较清洁 比较干净 很多他们家东西 我都是在Boomingdale买的 因为它有的时候 会有一个七五折的折扣 然后刚才拍视频之前 我去看了 它现在又有了 所以大家如果 在他们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觉得 好像能够找到 他们这个牌子 打折最多的时候了 那还有一类家居类的产品 送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蜡烛 不管是香薰还是蜡烛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送礼物的东西 像Jomalong啊 它每次都有那种 很好看的package 你如果拿去送礼啊 我觉得也送出去很有面子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现在 比如说正在点的这个 Biredo的他们系列的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 很喜欢的 它名字叫做Treehouse 闻起来是那种木头 加一点点树子的感觉 我很喜欢的味道 还有就是之前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Germace Magella的那个蜡烛 都是我觉得 它不仅仅是一个蜡烛 就让你家里面变得很香 还有就是它的造型 也很有那种设计感 艺术感 放在家里面会很漂亮的 不过呢 就是关于这种味道的 我觉得可能选择 稍微中性一点的 放在家里面会比较好一点 除非你知道 对方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投其所好 接下来呢 就是服饰 但是服饰的东西呢 我也觉得算是 稍微有一点点tricky 可能女生之间 互相送衣服 还蛮正常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你掌握不好 对方喜欢穿的东西啊 你送一个什么毛衣 外套 可能会有一点点奇怪 那我推荐的一类 服饰的单品 就是背心 不管是那种 夹克背心 羽绒背心 非常实用的单品 跟大家推荐一下 一个是 Aritia的 Superpuff的羽绒背心 我有说过吗 觉得是一个 很实用的单品 然后这个是我给迪伦买的 Pantagonia的 然后这个背心呢 我爸爸有 我妈妈也有 也很适合 送长辈的一个礼物 这个就是他们家 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 有的时候 你比如穿个毛衣 或者穿个衬衣 还是感觉稍微 有一点点凉 穿一个背心 就会很舒服 然后这种大小呢 其实稍微买大一点点 也没有关系 比较容易买到 合适对方的尺寸这样 像这种背心呢 任何的牌子 去任何的商店 大到高端一点的 像Manclair的羽绒服 羽绒背心这样的 我觉得都有 就看你自己价位的选择 那我觉得像Pantagonia 或者是Aritzia SuperPath 它们的价位 性价比非常高的 一个单品 然后另外一个服饰类的 我想要隆重 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 是我真的相见 恨晚的一个家居服 Skims 就是卡戴山 它自己的品牌的 我买的这个系列呢 是他们的Cozy系列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到时候可能会放 一个Try on的 视频给大家看 我买的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 Coody的那种 我看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担心 它会太短 但其实穿上的 完全还好 然后我现在穿的 这个裤子呢 是他们最经典 下面是散开的裤型 它整个材质 真的非常的柔软 然后也很暖和 我现在穿的都在出汗 我自己买的这一套呢 是S的 其实我可能穿XS 比较合适 但是呢 在家里面穿稍微大一点 我觉得也没关系 所以我就不想要 再去退换 然后它唯一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裤子 太长了 然后我有去看一下 别人的review 就是说刚出的时候 裤子其实是有点短的 但是他们外国人 好像很讨厌 就是裤子短 所以后面它出的呢 现在变得非常的长 然后我自己后面呢 又补入了 它的Jogger系列 就是下面是 收口的那种裤子 我还没有收到 收到的话呢 我会再补拍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很长的裤子呢 它是没有抽绳的 但是它这里的 这个松紧比较宽 然后是非常高腰 但是我是很喜欢 这种高腰的裤子 我就穿上非常的舒服 然后这条Jogger的款式呢 就像运动裤一样 是有一个抽绳 但是它这个地方 比较短一点 它弹性呢 会更紧一点 也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我买的XS 然后我身上穿的 这个是S的 但是它这个裤子的长度 对我来讲就非常的好 因为它下面收口的嘛 可以督在脚踝的地方 就不会过长 它在家里面穿着呢 是太舒服了 感觉是那种柔软的云朵 把你包裹起来的感觉 然后又很舒服 又很保暖 它还有很多别的颜色 但是呢 我也有看到别人说 好像它除了白色是最不掉毛 然后不掉血不染色的 好像别的颜色呢 都稍微有一点点掉毛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不过我觉得白色就是很好看 虽然它有点不紧张吧 我如果自己收到这样的礼物 真的是一整个爱住 好舒服 好喜欢 然后另外一个单品 也是我觉得跟这个非常类似的 是这样的一个坦姿 算是在北美现在这边 一个网红的单品 叫做Bearfoot Dreams 赤脚梦想乱翻译的 它们就是专门做家居服一类的 然后还有家居的盖毯啊 这一系列的 我买的这个呢 也是它们最最最火的一个图案的毯子 它非常的大 就如果在沙发上 两个人三个人盖 都完全够大 然后它跟这个衣服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厂商出的 就它们都是这种软软的 非常舒服 然后非常有弹性的 这样的一个面料 然后这个牌子呢 它不仅仅有出像这种盖毯 也是有什么浴袍啊 穿的家居服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尝试 唯一呢 我觉得它们就是单价比较贵一点 像我这个毯子是180美金 真的是 我觉得算爆弹里面比较贵的了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蛮值得的 一个是它的尺寸 真的是比较大 就比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爆弹 都会再大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有看到 好像说Urban Outfit 有一个它的dupe 就是便宜版本的 但是我那天去店里面摸了一下 我觉得不能算上dupe 就是它们的手感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如果有充足预算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然后我也有看到 它们这样的爆弹 但是它是纯色的 有在打折 如果大家不介意 就是一定要买这个花纹的话 我觉得纯色的也很不错 反正你盖在身上都是一样的 我还有一个家居服的推荐 就是这种节日气氛的睡衣 我找这个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们有出宠物的系列 然后这个呢 也是我想送给一个有宠物的朋友 这是宠物的衣服 所以呢 你就可以给它的主人买这种matching set 我觉得会很可爱 所以我有买 然后像这种节日的睡衣呢 也是就是做的很舒服的 它的这个睡裤呢 下面是做的这种收口的 还有那种就是正常散开一点的 都有配这样的一套 节日的时候在家里面 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 就很有节日的氛围感 然后呢 我觉得很适合送礼的一个东西 是玉姬姬 不管它们家的雪地靴也好 很多东西都也是很适合送礼 然后我今天要推荐的是它拖鞋 这是我脚上穿的 从去年把它这个拖鞋 我可能一整年都在穿 除了夏天最热的那么几天 我可能没有穿它 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冷的人 然后这个拖鞋真的非常的舒服 我买的是这种薄底的 它还有一款稍微可以采出室外的一个厚款的 好像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也很火 然后很多人外穿这个拖鞋 但是呢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薄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它很轻便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新的 妈妈长辈或者女朋友老婆 我觉得都非常适合这个拖鞋 你买了就是它每天穿上的时候 就会很舒服很开心 然后它的毛真的是我穿过 我觉得光脚穿都不会难受的 因为我买那个Birkenstock 我买的是里面带毛的嘛 那个真的就是如果你光脚穿 会一个很扎 第二个出汗了会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淤积积这个不会 虽然我还是会大多时候穿袜子穿它 但是如果你有的时候光脚穿的时候 很舒服 就是没有那种出汗的感觉 或者出汗了很不舒服的感觉 或者扎脚的感觉 就是真的做的很不错 然后这个也是我新买的 准备送人的一个礼 然后另外一个鞋子类的呢 就是今年买的这个 Aung这个牌子 这是迪伦的一双鞋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马上忘了 因为它穿才脏 我知道有人可能介意 送礼物送鞋子 因为好像说 就是寓意是把人送走这样 但是我自己还好 实在介意的话 可以给对方一块钱这样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买的一双 算是迪伦送我的礼物吧 它真的太舒服了 因为迪伦一直在我面前说 就是它每次穿上这个鞋 它都会说 这是它穿过最舒服的运动鞋 就是秒杀它其他所有的运动鞋 我就买了一双这样的 就是不需要自己携带 一脚跟进去就走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的 Cloud 就是云改系列 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它很轻便 这也是我觉得迪伦 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就如果你想要买一双 就是平时很适合走路 稍微做一点点运动的鞋子 可以看看他们家 以上说完了 最后有那么几样彩妆的东西 其实我最近好像推荐 彩妆的东西比较少 我今年用到 我觉得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很值得送礼的 第一个呢 也是这个唇膏 可能之前有讲 去年有讲过吗 我也忘记了 毕竟它也算是一个 大牌护肤品 对不对 它的品质确实也很好 之前呢 我有跟大家推荐过 它的唇膏 那个也很好用 这个粉色的唇膏呢 其实它主打 是有一点点风唇效果的 但是我觉得用上还好 也没有那种 欧美的风唇 唇膏那种用上去 火辣辣的感觉 就我觉得很舒服 涂在嘴巴上面 亮亮的 会显得你 可能很精神 气色很好 由内而外 散发着光泽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用的这一支 其实已经用完了 你看它下面 只有这么一点 然后我已经有 吻两支 我想说 不管是我自己用 还是拿去送人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是我这两年吧 用到我觉得 最好最好的唇膏 那如果你觉得 这个唇膏价格 比较高一点的话呢 跟大家推荐 一个这个 Summer Friday的 之前vlog里面 有跟大家提到过的 我觉得这个唇膏 也非常的好用 它是有两个颜色选择 一个是透明的 然后我的这个呢 是有一点点那种 淡淡粉色的 润唇效果的 这个也很甜 但是它是我喜欢的 阿尔卑斯牛奶糖的味道 所以我还蛮喜欢它的 然后包装什么的 也很好看 我觉得送礼呢 也不错 然后呢 就是真的两个彩妆 刚才应该算是 护肤品吧 这唇膏 这是我近期用到的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是TF的100号 带一点棕调的 这个裸色 给大家看一下 超级漂亮 最近很多视频里面 出现的时候 都是涂的这个唇膏 我是淡淡的涂在嘴巴上面 一点点 然后给它晕开的黄皮 也完全足够可以驾驭 然后另外一个 我最近很喜欢用的是 爱马仕的这个腮红 就是它刚出彩妆的时候 我好像没有很感冒 这个呢 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然后我这个色号呢 是45号 Rose Ombre 它的质感和颜色 其实都非常像 我很喜欢的 Laura Mercier的腮红的样子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刷子 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包装 真的很漂亮 就是很元气的一个颜色 让我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也很不错 放在包包里面 不妆啊 当一个化妆镜啊 都非常漂亮 然后又很高级推荐它作为礼物 我觉得不会出错的 那以上就是2021年的 节日礼物推荐 如果大家有送到 或者收到过一些 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 什么礼物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那希望大家还喜欢 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